我们最早对这个物体冷热会有感觉 就是我们的手去摸东西 比如说一个人发烧了 你摸他的额头会觉得热热的 那么如果你的手呢 放到冷水里面你会觉得凉凉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那我们后来是知道 就最近我们才 就说以前的人不知道了 后来我们知道说 原来任何物体里面都含有一种能量 叫做热能 热能 一般热能你看不出来 他只有在有温差的时候 温度有差异的时候呢 你才会 热量才会流动 热通常是从比较高温的区域 往低温的区域流动 所以我们的手摸一个人 他的温度比我们的温度要高的话呢 就有热量从他的额头 比如说跑到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就感觉得很热 如果我们碰冷水 水的温度比我们手的温度低 我们接触到水的时候呢 热就从手往水里面流 热流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得非常的 感觉得比较冷 这就是对冷热的感觉 因此呢 我们知道物质里面呢 任何物体里面 都有热能的存在 都有热能存在 那么我们发现 热是从高温到低温 高温到低温 我们现在假设说 有一个物体 一个物体 比如说这是A 物体A 那么我们把它跟 另外一个物体B 接触 这是A 这个是B 接触 那我们把这个系统啊 对外界都隔离起来 这个红色的线就表示说 我们对外界 这AB两个物体 当作一个系统 对它的环境隔绝 隔离 那么就是说 没有热可以进去 也没有热可以出来 它的热只能够 AB之间互传 我们假定说这个A的温度 就摸起来比较热 这个比较冷 那么靠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热量就从这个地方啊 从高温的地方 流向低温 流过去 热量流过去 我们现在当然有温度了 以前的人不晓得有温度 那么它的热的程度就降低 就是温度就是温度降低 那么因为有热流向B物体 它的热的程度呢 就升高 也就是它的温度升高 一直传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传到这两个物体 它热的程度完全一模一样 那就等于说温度一样高啊 那这个时候热就不再传过去 那于是我们说 这两个物体是在热平衡状态 热平衡状态 Thermal Equilibrium 热平衡状态 那现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这两个物体啊 温度相同 温度相同 假如说我这两个物体啊 没有办法把它靠在一起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热平衡 你怎么 就是说如果这两个物体温度一样 你把它靠在一起啊 那没有热的传递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说这两个物体温度相同 如果这两个物体没有办法靠在一起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另外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这个A A物体跟B物体分别与C物体来接触 这是C物体 我把A物体跟它接触 A物体 那B 这两个如果到达平衡 到达平衡 我也把B物体呢 我到达平衡以后 我另外再把B物体也跟它靠在一起 也到达平衡 也就是说A物体跟B物体分别 个别的都与C物体 到达热平衡 那么我们就说A物体跟B物体呢 是热平衡 它的热是平衡的 就是说两个温 这个物体跟它的温度相同 这个物体也跟它的温度相同 那这两个物体的温度就相同 那这个定律 这是一个大定律 叫热力学 第零定律 很奇怪 第零定律 为什么第零定律呢 因为我们热力学 是比温度还要后来才发展的 热力学 有第一定律 有第二定律 等等 但是我们发现还有这个定律 这个定律后来才发现的 但是它事实已经老早存在 这是后来才发现的 已经把热力学有第一第二定律了 这个呢 我们称它叫做 其实热力学还有第三定律 我们是把这个 你不能称它叫做第四定律 因为它比人家都早 就给它定成零定律 就好像说你这个生孩子的时候 第一个 没有 没有给它起名字 没有称它做老大 后来第二个出来你叫老大 第三个出来叫老二 那么你回头称这个要称什么 那当然称老龄 那就是第零定律 OK 那么这个是热力学第零定律 那我们每次要 要测定说 这两个物体到底 是不是热平衡 我们每次都要这么做 这个都要隔离 这个都隔离起来 就说我们这个地方都要隔离 这太麻烦了 对不对 太麻烦了 于是我们就 就想办法做一个仪器 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 比较轻巧 轻便 而且它达到热平衡的时间 很短 不需要说接触好久 才平衡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拿来测这个 那么它的热量 跑到我们温度计里面去 温度计其实里头的这个物质 很少很少 一点点热量 它就会 它就会到平衡 如果温度比较低的话 跟它平衡 其实它损失热量很少很少很少 那么再来量这个物体 如果跟这个物体也平衡 那我们就说这两个物体的温度相同 这就是温度计 那我们现在有量体温的时候 你总不能两个两个 我现在找一个38度的 找一个38度5的 做样板 然后你跟它接触 看看你有没有到热平衡 证明你是怎么样 或者说你碰到这个人 是觉得冷还是热 那个感觉也不准 而且也好费时 那么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温度计 温度计 那么温度计呢 它有很多种 有的是用液体的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呢 对于温度的变化 那么它这个物质的本身也有一种性质 它的变化跟温度的变化成正比 比如说我们水银柱 我们一般量体温的水银温度计 它里头有个毛细管 里头有水银柱的长度 那这个长度啊 它会变化 那么它的变化呢 它跟温度是成 温度的变化成正比 就用这个水银柱的高长度来作为参考 做成的温度计 那么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温度计 像酒精温度计 也是用酒精柱的这个长短 那还有这个气体温度计 气体温度计 就是我们把气体 定量的气体 体积一样的气体 定体积的气体 拿来放在各种 各种环境里面 那么气体会产生 会因为这个环境的温度 而产生不同的压力变化 我们从压力的变化可以读出来 当时的温度是多少 那么这个是气体的温标 就是气体温度计 好 现在我们先讲 你的温度计啊 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讲这个温标 So temperature scale Temperature scale Scale 你怎么定这个刻度呢 定它多少度 你怎么知道是36度 怎么知道是37度呢 那这个刻度怎么刻呢 当然要有一定的标准 于是我们就定 比如说 有一种叫做摄氏温标 摄氏温标 摄氏温标 它是 设定 设定 水 标准状况下 水的冰点 为零度 为零度 C就是这个摄氏温度的一个符号 然后呢 第二个温标 就是水的沸点 我们设定为一百度C 一百度C 然后啊 我们 比如说这个是摄氏温标 我们这里是冰点 零度C 这是水跟冰 水跟冰 共存的这个温度 如果有水有冰的话 这个温度始终保持在零度 等你的冰全部融化掉 变成水 你才可能把水的温度提高 那水的温度降低降低降到结冰的时候 你不能再降了 你只要等到水统统结冰以后 温度才能够再降 所以在水跟冰共存的时候啊 我们温度是保持一定的 我们设定它叫零度C 然后呢 到水蒸气 水蒸气的根 就是水沸腾的时候 沸腾 那水跟气共存的时候 沸腾了 水 你这个锅子里的水沸腾了 但是还有水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的温度就是一百度C 没有办法说我猛加热 让它滚得很厉害 就会升高温度 不会 温度还是一百度C 你要这个超过一百度C 得要把水全部都变成气体 然后对这些气体再加热 气体才可能会升温 OK 好 那么一百度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啊 分成一百个颗度 一百个等分 每一等分有一个颗度 OK 这个延伸到上面 或者延伸到下面 这是 摄氏温标 第二种呢 是 华氏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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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标准状况 标准状况 那么水 是冰点 为32度 华氏32度 水的沸点 为212度F 212度F 那么这个温标 那么这个温标呢 我们可以画在这里 做一个参考 零度 零度这个时候是 32度F 好 废点的时候 是212度F 那么我们把这个当中 分成180个 这个当中 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有一百八十个刻度 一百八十个刻度 好 这个是一百个刻度 一百个等分 OK 当然你这个还可以延伸上去 延伸上去 OK 好 那么这个是华氏温标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克 克氏温标 克氏温标 那么克氏温标呢 我们给它的 我们先讲克氏温标 在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克氏温标 也就是我们的绝对温标 OK 好 克氏温标 那么 Caroline Temperature Scale 那么它是这样的 它的定义比较不一样 它是后来才定义的 后来才定义的 那么它定义的就是 我们先写克氏温标 它是水 冰 跟气 共存 共存的这个温度 共存的温度 共存 这个温度啊 当然你还是在标准大气压力之下 那么它只有 只有一个 只有 一个温度啊 这个温度就是 温度我们定它为 273.16度K 273.16度K 这个温度 我们定这个 为好 为这个 273.16度K OK 好 那么 它这个三态点 就是说 273.16度K 正好是我们 摄氏温度的 0.01度C 它不是定在冰点 不是定在冰点 那么这个温度呢 为什么要这么定呢 这是跟气体温标 有关系 气体温标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气体温标 气体温度计 它的结构 我们把它的结构画一画 比如说我们要量这个地方的温度 我们就在这里摆进一个气体温标的一个气囊 这个气囊的体积保持一定 V 保持一定 然后呢 就把这个空气 这个是 可以通到这里来 这里面装了水银 装了水银 OK 这个可以画高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个软管 这就有一点像你们做普通物理实验的时候 做那个空气柱的共振 用水来做空气柱的共振 这个地方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容器 来装水银 我们可以调节 这个上下 就是让这个水银柱跟这边一样高 一样高 这里都是水银 都是水银 都是水银 OK 因为我们流体力学那张没有讲 所以啊 这里也只好你只有 先看这个就好了 看这个就好了 这里产生一个pressure 压力 因为温度 我们理想气体 它是PV等于NRT 体积一定的话 压力跟temperature 成正比 这个是绝对温度 跟temperature成正比 所以 我们体积保持一定 这个温度高或者低 那产生的压力不一样 压力不一样的话呢 就会使得这个地方的水银柱 高低不一样 高低不一样 那么 我们就 就能够 读出这个 压力的多少 好 那么这里头装的气体啊 到底装什么样的气体呢 我们发现你装不同的气体 在不同的 不同的气体 在同一种温度之下 它们的压力啊 不一样 或者是说 我们画一个图 来给各位看 温度一样的时候 体积一样的话 它的 水银柱的高度 并不会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画这个 好 这个是 我们用这个水银柱 Centimeter Mercury 水银柱的高度 用这个厘米来算 这一边呢 就是 温度 这就是温度 OK 比如说 273.25 273.25 这是 度K 这都是K 好 我们发现呢 氧 是这条 Oxygen 那也就是说 我们 看到压力 比如说我们取一个压力 等于60个 Centimeter of Mercury 这么高的时候 它的温度 是 是这里 还是这里 就说他们这个体积啊 跟温度的关系 不是大家都一样了 那么 如果是拿空气来讲呢 Air 它是这一条曲线 如果 如果是 如果是 Nitro 氧 来讲呢 它是 这一条曲线 等等 我这个 不应该 画在这里 不应该 画在这里 我把这个 弄高 弄 到这里 来好了 这个是 273.00 度K 好 那么 如果是 Healing 的话呢 它是 这一条 等等 那也就是说 它的 这个 同一个温度 同一个温度 它 压力计 里头 显示的压力 不是 同一个 压力表里头 显示的压力 是这个 结果呢 它们的温度 可能不一样 温度可能不一样 那就是说 我们用的这个 气体 温标 你要知道 是什么 气体 每一种 气体 都有 它 自己的 这种刻度 但是我们发现 有一件 很 稀奇的事情 就是 我们把 这条线 这个线 全部都 延长 延长以后 会交在 同一点 交在 同一点 最同一点 就是说 它的压力 压力是 273.00度K 不是 这是273 这个是 273.16度K 273.16度K 它们会 到 这个时候 就是绝对 不是 这个是 不是 这个是绝对 零度 好 绝对 零度 就是说 我们 这个气体 Pressure 你看 一直 一直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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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温度不一样 如果你同一个温度 它三个压力不一样 只有在这一点的时候 你把它 在这一点 我们把它延伸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温度都是一样 那么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到达绝对零度 那么大家都 绝对零度 那么是不是这个气体的活动力 就等于零了呢 是不是没有动能了 我们说不是 气体到达绝对零度的时候 它还是有能量 那么这个能量 我们称它叫做零点的温度 零点的温度 OK 好那么 我们现在 这是温标 我们可以把这个克式温标 跟这个放在一起 这三个温标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放在一起 这个0度C 这个是32度F 那么这个是273.16度K OK OK 那么这个是100度C 这个是212.16度F 好 这个是373.16度K 这个是 这个scale 跟这个完全一样 跟Centic 跟这个Celsius Temperature的scale完全一样 那就是说 一个C度 等于一个K度 那注意 那注意啊 这个度写在K这里 这个是写在这里啊 比如说 这个是32度F 它每一格叫做 一个F 度 一个华氏度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三个的关系啊 我们写一下 我们把这个关系写一下 TC 写到这里好了 还有这个 我们到达绝对0度的时候 绝对0度 就是0K 有时候这个K啊 不写度 就是K 就是0K 但是我们C度 一定要写度 一个C度 OK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啊 这个温标 我们这个温标 摄氏温标 是在 负的 三 7 负的273.15 度C 好 华氏温标呢 是负的 负的459.67度的华氏度 这个温标 0度K的时候 0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写这个 关系 摄氏度 跟 绝对0度 之间的 关系 它是等于 273.15 减到这个 这个是摄氏度 然后 然后华氏度 跟 摄氏度的关系 是32 加上 五分之九的 华氏度 好 那么 摄氏度 等于九分之五 TF 减 32 TF减32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关系 我们记起来 这是 比较 常用的 像 以后我们在 理想气体里头 我们用的都是 绝对温标 Caribbean temperature 就是绝对温标 那么 但是我们给你的 这个物体 可能会给 摄氏度 华氏度 倒是很少 华氏度 在欧美国家呢 他们的气温 都是用华氏度 但我们都习惯 用摄氏度 你如果要 看气象预报 他们报华氏度 给你华氏度 你要知道 相当摄氏 多少度 你可以用这个 来换算 好 那么 以上啊 我们 这些错了 我的眼睛 眼睛不行的 三百七十三 三百 眼睛 以前写的 现在都看不清楚 好 那么 这个是温度 跟温标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 看这个 温度 对物体 产生的一种 物体的一种特性 比如说 我们 都听说过 物质 物体 它有 冷缩 热胀的 这个特性 冷的话呢 长度就会缩短 体积也会缩小 热的话 它的体积会膨胀 长度也会膨胀 那么 这就是 一种 物 物质的性质 好 那么我们 现在就来看 这个 吴 我们首先看一个长度好了 比如说这个是长度L 这是温度T的时候 那么后来呢 温度加了一个deltaT 它就增长了一个deltaL 的长度 那我们发现这个deltaL 跟什么有关呢 它跟温差成正比 还有跟物体的原长成正比 还有就是跟这个材料有关 这个物体的材料有关 α就是代表膨胀系数 α就等于 deltaL over L over deltaT 等一下我看看 我这个上面是怎么写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当这个很小很小 温度差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当这个limit deltaT approved to zero的时候 那么这个量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L分之一 DL over DT 这个叫做线膨胀系数 这个叫做线膨胀系数 OK 那么 那么 它的单位 这个L跟L都已经 消掉了 它的单位就是温度的 就是温度的导数 这就是一个长度的变化 那么面积也会有变化 体积也会有变化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礼拜三我们再来讲 面积跟体积 OK 回去要做西题 因为七考考得很少 所以会考得比较细 所以回去要把西题好好做一做